字幕提供 老闆娘 老闆娘 我們很久沒有開手排車了 不會啊 接下來不是很常會開嗎 會把我也是手排車嗎 我們今天不是很開要出門出去玩嗎 反正造成人家的那個 住戶裡沿路都要戴口罩 哈哈 坐在車上要戴口罩耶 我們今天開的是 港叔的車啊 為什麼我們要開港叔的車 因為港叔人在香港啊 我要幫他驗車啊 你真的是一條龍服務耶 你這個服務真的是無話可講 不好意思我平常沒幫人家驗車 我只是幫他開區 給別人驗 我沒有在做驗車的那個 服務啦 我有做驗車的服務可是不是我 我是幫你找人來幫你開車去驗 對對對 找誰找大叔 找大叔也不會 我沒有專人 這個就是要一條龍服務啦 對啊 我們家老闆娘真的很貼心 說到這個喔 我跟妳講 小姐接電話 又在講電話 不要緊 這個大哥 一直打一直打 尤其是妳的充電器科的派對 接觸 接觸就好 對 應該是接觸不了 要打開 要打開它才能充得進去 對 電池要打開 這是我們老闆娘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客服啊 然後一直服務啊 都是律師 那你搖一下他的那個頭啊 這個沒有相當大的耐心喔 那就有可能充電器科換掉了 因為這個也很久 有可能 剛剛說一條龍服務 對啊 那一條服務做到什麼程度 昨天呢 有一個客人 拖樓 拖樓買了一個小推車 那個推車啊 是可以爬樓梯的 喔 然後來要組裝 你知道我要組裝那個樓 那個那個 有電的嗎 輪子 沒有電 他組裝那個樓 他那個大雨沒有多可愛 我要跟他點東西 他說蛤 這個沒有裝喔 我說對啊 新的啊 怎麼可能會幫你裝好 一定一整箱給你 然後說啊你沒想辦法幫我倒倒 然後我要回家 你倒倒了 你沒有拍照 我怎麼會 整屋子都客人 四五隻眼睛 在看著我裝那個東西 我說大哥 大哥問你有沒有辦法坐下來 我慢慢裝 你在那邊看起來 我很有壓力耶 我慢慢倒過 然後我就在那邊裝 然後另外一個大哥說 喔這服務也太好了啦 連這個都要幫忙做好 我說啊沒有辦法 我就幫他弄好 有一個那個推車啊 是可以爬樓梯的 然後有一個框框的 爬樓梯的推車喔 對可是他只能裝 大概200的電池而已 他沒有辦法裝到 可是旁邊不能開門 他就是單純一個推車 因為那個大哥說 他們家我們那個幾個菜間 要有爬樓梯的推車 叫我幫他買 就這樣啊 這個服務還可以嗎 可以 好那就這樣 那其實港蘇現在是我們的朋友 他住在香港 那他多久會來一次 兩個月來一次 對基本上我們 大叔時光有辦車聚的時候 他都會來 那通常港蘇來是 不用線上搶報名啦 如果你是從國外坐飛機來的 基本上我們也不會捨得讓你 去搶線上報名 那萬一有時差怎麼辦 對啊 所以基本上你國外 你確定喔 像這個港蘇是一定會來 是買機票來參加車聚的 他是不用報名的 不用報名 我們就會固定留一個位置給他 這個沒辦法 你想想看啦 你辦一個車聚 然後他沒兩個月他就來一次 而且要從香港買機票來 然後還開著車 開著這台福斯T4 去參加我們的車聚 這個是讓大叔很感動 然後也變成好朋友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港蘇很厲害 這台車的助身冷氣也是他自己裝的 對 真的很厲害喔 超厲害的 他會裝那個分離式冷氣 然後本身他對車子也很厲害 他是維修車子的 所以他才敢買這個福斯 是1998年的車來玩 因為他兩個月來開一次而已 所以他覺得這種車對他來講 性價比比較高 對 所以不是能夠玩這種老車 對 那我們發現這台真的兩個月開一次 真的狀況還滿OK的 像這台車大叔在我手上來開了一陣子 然後後來賣給了我們港蘇嘛 然後今天把他開出來 幫忙他去驗車 因為他真的沒有時間 剛好沒有遇到啦 沒有遇到他來的時候又要驗車 不然的話他自己回去弄啦 好 那我們今天是幫忙 就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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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